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帮大家每周 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无论你在哪一个平台收听 都要记得先订阅 然后到我们的评分区留言 这样我们才可以被看到 没错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 就是上个礼拜表现挺好的 对 上礼拜谈则有提醒大家 要评分留言 就突然就增加爆量 double的评分 希望大家继续维持 继续帮我们增加评分 而且虽然你们留言 是一个小动作 可是这个东西 好像就可以让我们节目 再往上推 对 而且让我们知道 真的有人在听 对 很感动 谢谢大家 然后如果你们 把我们推上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你们才继续听得到 我们的节目 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 应该还是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新闻吧 我自己看啦 就是吃饭的时候看 就想说 哦那个 陈其麦当选了耶 高雄市长补选 你刚不是说 最继续话的新闻是 2023年日本要有什么 哈利波特游乐园吗 我们这有在我们法杆里面吗 没有没有 高过好 没有 因为我们就 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说 到底什么是重大的新闻 对 然后萌萌就说 其实重大的新闻 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就是以 你自己平常想关心什么事 它就是重大的新闻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视角 对 所以像我相信我们沃沙的读者 喵政治的听众 应该也会有注意到 上礼拜啊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周末的陈其麦 补选 然后当选高雄市长 嗯 就预期内吧 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刚好 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 会有点关系 像范琳你知道 我国 我国要几岁才有投票权 你说现在的 现在 现在就20岁啊 20岁 那 那其实现在周边啦 各个民主国家 大多数其实都已经降到18了 对 但是就是不知道 台湾因为这个东西写在宪法里 所以还在规定你20岁才能投票 诶 你觉得18跟20岁差在哪 诶 大学 刚就是刚念大学跟大二大三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 我自己是反过来想 就是说 因为理论上你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公民啊 在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里面 应该大家都要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所以应该要解释的不是说 为什么可以让更多人投票 反而是要解释说 为什么不能让18岁以下人投票 所以往下降 就是更多人投票应该是应该的 对 所以才20岁啊 往下降18岁 甚至应该挑战 为什么不是16岁才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要来聊相关的议题吗 对啊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宪法榜是很麻烦啊 但是我知道就是每次 就是每次就是要我来开始讲鼓 我觉得让听众听了可能也会有点 不会 我跟你讲 上次的那个留言说 超喜欢听某某讲历史故事 我边睡前故事那种 什么某某讲历史故事的那种读物了吗 然后就顺便睡着 我们可以开心单元给你 可恶 我们今天请到了专家 因为其实谈星马这个议题 但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些 一些简单的概念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那个 民间团体的专家 像我们今天就找到了 来自自宪基金会的副主任崇佑 那会来到我们来比较 好去了解的说 到底我们宪法出了什么问题 来 那我们来欢迎这个 自宪基金会副主任 黄崇佑先生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呃国君好 万青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糟糕这个崇佑 不小心都透露我们的本名了 对刚刚这个这个 没关系 反正我们的本名 闭一下 闭一下闭一下 哦 没关系没关系 对 诶那总而我们还是要先让大家 因为不一定每个听众朋友都知道 自宪基金会在做什么 所以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自宪基金会在干嘛 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吗 好的 台湾自宪基金会是在去年 2019年1月23日成立 是宽敏先生呢 邀请专家学者 还有对于台湾自宪呢 有志一同努力的 这些社会人士呢 一起组成 其实目标呢 就是要鼓舞台湾社会呢 一起催生一部 核实 核生与核用的 台湾新献宝 那去年跟今年呢 在 工作项目还有目标上 有些不一样 因为去年呢 主要还是做社会倡议 包括举办公民联席总指引啊 还有举办晚会啊 自宪沙龙啊 研讨会等等 那也委托呢 李慧仁导演呢 拍摄记录香港 反送中的纪录片 我希望让大家呢 去认识 台湾过去的历史 以及认识呢 台湾当前 目前有需要一部 新宪宪法的这个需求 那今年呢 就进一步的 正式向中选会提出 台湾新宪法的公投案 也希望能够顺利 在明年8月28日呢 举行投票 那你们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因为 好我先讲 其实他 你说他找他来 我有点怨 因为我平常 跟你随便惯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可以随便问一些 很白痴的问题 然后还有观众就会说 诶 饭怎么那么笨 然后就是 没有这只是人设 他不是真的那么笨 他超精明的 对 人设 其实是本色出演啦 哈哈哈哈 没有我就想说 好那今天想说 如果是一个 就是真的是一个 政治麻瓜的状态 你们应该也会遇到 蛮多这样子需要 解释的人了吧 就是你通常会遇到 什么样子的问题 对于这种 就是对于说 要不要自限啊 就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自己的对话 的想象就是说 我如果现在到一楼 路边经过那个人 我跟他讲说 诶 比如说 卧槽在做什么事情 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跟他讲 那如果是这个问题 一样自限基金会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要如何 如果我们走到一楼 经过路边跟他讲说 诶 大家好 我们是世界金金会 我们在做的事情 很重要 要怎么去 说服他们 或是让他们理解到 你们在做的事情 的确对很多人来说呢 觉得宪法呢 离自己比较远 那其实跟我们的 过去宪法教育 还有历史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看欧美国家 在美国呢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呢 他都知道 他自己的宪法权利 因为他整个氛围 就会告诉你 其实我们看 整个历史的脉络呢 宪法本身呢 最重要的就是 保障基本人权 我们希望说 我们身为一个人的权利呢 这个部分呢 你政府是不能够来侵犯 这是你政府呢 所有人民的纳税钱 你更尽力不得 要去保障社会福利 促进这一些弱势族群呢 能够让他们 能够顺利的生存 这些都会在宪法当中 去规范 所以这个权利意识呢 其实是 应该是不分年龄的 但是台湾因为 特殊的历史环境呢 大家对宪法会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在推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宪法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一提到 宪法权利啦 还有有关宪法这个权利呢 你要施展了 你必须要去界定 有关我们的范围 我们的国民的对象在哪里 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问题是我们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跟我们的食衣住行呢 都有关系的 我们都必须要去关系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 说我们那个 施行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这好像讲到一个 大家我们之前好像有提过 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点 所以 到底我们 现在的 宪法 我们不管叫做中华民国宪法 或是这个宪法 它到底有出了什么问题吗 那不然为什么要自宪 要去用一个新的宪法呢 我们目前的宪法叫做 中华民国宪法 那其实中华民国的发展轨迹 是很特别的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了 但是当时并没有诞生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一直要到 1947年才出现 那中间怎么办 中间隔了30多年 30年的时间呢 当时有一些 我们以前历史课本读过啦 临时约法啦 这些 这些基本规范 但是它并没有诞生了 宪法秩序 所以实际上 有甚至一部宪法产生了 一直要到1947年 但是1947年 当时设计的对象呢 整个思考是 大中国 并不是为台湾良生并做的 邱海棠 邱海棠 年轻的读者 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邱海棠 呃就是一个 中华民国地图全途 然后长得很像一个 不是母鸡像什么 一个叶子叫邱海棠 邱海棠 大家也不知道 邱海棠叶子长是怎样 总之就是 不是只有台蓬金啦 台湾岛而已啊 是整个什么中国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啊 蒙古国啊 全部都框起来 这么大的一个地图嘛 是不是啊 邱海棠 对 那个大范围上 其实在这部分齁 台湾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问他说 我们的领土范围 有的人想象的是一张邱海棠 有的想象的是老母鸡 然后大部分想象的是台蓬金嘛 就变成说呢 一个领土范围 可是各自表述 这个是宪法的问题 这个是宪法定义的吗 所以就是说 我的国家范围在哪里 就是他 他已经把他讲好这样子 但是这个会重叠啊 因为有一些国家 不那么认为 对啊就是 我也是这样回头想啊 就是说那这样子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 比如说对岸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讲中国好了 他们不是常就会说什么 哎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不是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照我们自己 现在施行的宪法 是不是有种程度 也是在讲说 我们中华民国在讲 大陆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地区 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宣称啊 我们的宪法跟法律 其实就是这样界定 呵呵呵呵 所以我们宪法跟法律呢 把对岸呢 把他 我们自己呢 把他分为就是 自由地区 然后 那边是非自由地区 我们是这样做区分的 不自由地区 哦 我记得 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是我们的法律写法是 自由地区就是台澎金嘛 嗯 那 不自由地区 我们后来 以前最早是讲沦陷地区嘛 就是好像就是那种 就是反正我们管 管不到的那个地方 沦陷地区 现在叫大陆地区 我记得我们的定义是指说 就是 中华民国有主权 但是管不到的地方 就叫做大陆地区 哦 对 所以就是 就是整个就是台澎金嘛 以外的那个大地土 都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只是管不到而已 但是其实你回到 现在的社会场域 包含我们平常接触的人事物 大家对于 我们的国家的范围跟定义 其实已经跟你刚刚讲的那个 台澎金嘛 现行宪法的 是有一点落差的 那我记得针对这个事情 之前基金会有做一些调查 对不对 可不可以就是分享一下 对啊 就是说是不是大家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都觉得是很扯吗 还是 对他们反应是什么 对去年呢 呃自宪基金会委托去世民调 主要做四次的民调 就是问有关 台湾新宪法还有国足认同 是针对台湾新宪法呢 认为我们必须要去更新 我们要新宪法的民众呢 有支撑 七成的支持率 嗯 大概是介于六十七到到七十二之间啦 平均是七成啦 最主要就是认为说我们的宪法呢 包括领土的界定 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这部分呢是脱离现实 所以我们的宪法呢是必须要去 制定一步新的宪法来符合现状 我们宪法应该它很快的范围 应该是蛮大 不只是说这个领土的范围 那我想要问一个东西 就是我常常在新闻上 或是我们的报导上面 看到一个说什么 台湾的什么 要正常化 正常化 国家要正常化 好 我跟你讲 对于一个不知道正常化是什么的 会以为这个国家是不是都是神经病 然后每个人都要 是不是要正常一点 所以就会想说 这个正常化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的国家哪里 不正常吗 我们大家都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其实我们目前其实也符合国家的条件啦 国家 人民 土地 政府 主权 这些要素呢台湾都符合 但是我们实际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然后我们的邦交国也很有限 那这就是跟我们正常的民主国家 正常的国家呢 就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是这样相比出来的 就是一个正常民主国家 他该享有的权利 台湾却没有想有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呢 我们没办法尽我们的义务 我们也没办法想我们的权利 变成如果你出国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说 我们没办法成一个国家呢 甚至有时候被认定为是中国人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困扰 这应该是前阵大家最有感的事情吧 所以大家很不想要被认为是中国人 出国人的护照啊 Republic of China Oh you're from China No I'm from Taiwan 然后就说没有 可是你上面写China呢 对方会讲英文 好 但是所以就会让人家误会嘛 所以指的台湾没有正常话 是指说 我们明明就已经是台湾 是个台风金马了 但是我们好像在整个包装上 还用一个China的包装去包裹它 是这种感觉吗 对 然后这个问题呢 也存在了好几十年 那回过来呢 其实它的本质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宪法本身就是 在界定国家定位上呢 就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的话呢 其实很难去突破 我们在国际上的身份问题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宪法要改 不改的话 我们就是自己在说 我们就是中国 我们不是台湾 那我们如果自己的宪法这样子写 要怎么去说服其他国家 我们是台湾 对啊 如果你在外面声称说 我们是台湾 就人家说 哦真的哦 那你们的 你们的 有点像是操作说明书 手册拿出来 上面写的是 你就自己说 中华民国 确实是看起来怪怪的 那这样讲其实就是要改要学 那为什么要是 就是自宪基金会 当然就是自宪基金会嘛 那他们会有些争论 他就说 现在的宪法的规定 不是就是有修宪的规定吗 那为什么不就修宪就好了 一个是制定 一个是修改 对啊为什么要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修宪的问题 为什么不修一修就好了 就是一定要整个打掉重练 就是制定一个全新的现法 有什么差别吗 修宪跟自宪还是有些区别哦 修宪的简单来说就是 老房子拉皮啊 那自宪的就是老房子呢 重新督根 督根 打掉重练 打掉重练 我们曾经拉皮七次 就是修宪七次 我们如果再修了 还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部宪法的问题相当多 这次修完呢 可能没办法解决呢 全部的问题 就还要有下一次的修宪 这个梁柱已经坏掉了 梁柱坏掉了 你有钢筋啊 水泥啊 整个都毁坏 你必须要去重新呢 去建造一栋新的房子 才有办法去居住 然后再办法在这里面生活 所以我们的宪法呢 与其修宪呢 不如自宪 另外还有就是 他这个修宪的程序 修宪的程序 我之前有听过嘛 就很 其实很难嘛 效率问题吗 就是说那个 你真的要通过一个修宪的门槛 其实很高 哦 对 有 我们有聊过这个 就是要多少人 好像要 修宪的话 好像要九百 从又要帮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个 我们从2005年到现在 已经15年的时间了 都没有修宪 那这之间呢 有没有讨论到宪法问题 或是说大家有共识呢 认为哪一个条文必须要修的 有 就是18岁公民权 18岁公民权呢 其实已经谈了15年以上了 对 而且也相当具有共识 18岁人现在都已经 18岁 当年15年前18岁 刚好就是我这个 哎哎 透露年龄 糟糕 真的 对 已经戳脱15年了 等他们讲完都不知道错过几次选举 对啊 所以这么有共识的议题 我们会发现呢 实际上也动不了 很关键的原因就是 他的程序呢 相当 他的门槛相当的高啊 他基本上就是要两关 第一阶段呢就是 立法院要提案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 公民复决 在立法院呢 必须要经过立法委员呢 四分之一的提议 四分之三的出席 还有出席委员 四分之三的决议 提出宪法修正案 四分之三 所以算起来 一百 一百一之三 乘以 马上算 对对对 85 要85 其实之前算过 不是现场算的 85个立委同意啦 可是这个也就是说 其实不只是 推动自宪 或者推动修宪的政党 要支持 就是可能 在野党 在野党 还有 以现在的那个组成为例 就是你除了执政党 民进党要推之外 国民党如果不点头 就玩不下去 这变成是要是一个 大家的共识 他四分之三决议 代表只要四分之一以上反对呢 这个修宪提案呢 他就没办法通过 是连出立法院都没有办法 就很难出立法院 他不是过半 就是四分之三 可是他制定这么高 是有什么考量吗 是怕人家乱改 就是说 这不是真正大家的共识 所以就被改 我觉得 一开始制定的时候 应该是有这样的心情在 就是必须要很强的共识 才能够动下去 但是这个就反而就是一个 紧哭手哭下去 就后面就 大家就不用玩了 可能真正重要的事情 真的要推的时候 就会面对很多 互相的拉扯 或是推过的版本 能够送出立法院的版本 就是一个 很没有改变的版本 因为要让大家都点头嘛 就会变成一个很 很普通很阳春 什么都没改的版本 但是前面的修宪是 有经过这么 前面修宪 这个崇佑应该比较熟悉 对啊 就是 你不是说前面修七次 对不对 05年之前的七次修宪 过去的修宪 跟现在的修宪程序是不一样 过去是国民大会呢 去决定 宪法的内容 那我们在 第七次修宪 就是2005年的时候 就 废除国民大会 所以这个程序呢 这一套是新的程序 那这套新的程序呢 也 还没有实施过 刚刚讲到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要公民复决 也必须要二分之一以上的选举人 同意之后 这一个修宪案呢 才会正式的 正式的通过 二分之一大概多少人数呢 大约是 970万 哇 70万 所以不是说出来投票的人 比如说 因为投票率嘛 大家不是投票率 比如说 补选 像高雄市场 这补选才四成多嘛 四成多里面 只要有过 里面只要有过半的人同意 就过了 不是这样子 他是要公民数 就说 OK 所有选举人数的过半 OK 就是比如说 台湾 因为2300万人里面 可以投票的 所有投票群的人 1900多万吗 对 1900多万里面 要有一半以上的人 出来投同意票 呦 太难了 拜托 这个我们 950万 960万 我们又要回忆一下 那个去年 那个小英总统 当选的时候 也才800多万而已啊 对 我们2020 是总统大选 最高票是那个嘛 870万 年初的时候 而且还说是什么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最高也才 800多 还差100万 要比那个票数 再多 150万 150万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啦 是吗 你们在推动 其实是不是也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确实 修宪的部分 在执行上是真的有困难度 对 修宪其实难度高啦 甚至有些认为 我们目前的宪法就是 超稳定结构 也就是以后呢 几乎 很难 不太可能 修宪了 其实大家有这个意愿 可是实际上呢 经过这套程序呢 还是没有办法去落实 所以他就调文里面 虽然也有说 啊我有修的办法 但他当初这样定的 的这个门槛 就如同让他 几乎不可能被修 虽然我有写什么修 但实实上 不太可能可以修到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哦 因为我觉得 宪法这个东西 它是制定一个国家的 一个基本规范 可是国家是会成长的嘛 然后社会时代是会 会改变 进步的 那这个这个宪法 不是应该是要 有点像是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可能说每几年 或是每十年 应该要来 滚动式检测一下 对 滚动式检测 像我们节目一样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滚动一下 的方式去 去run 好像会比较健康一点 我的 我的想法啦 所以这是为什么吗 就为什么就是 与其修宪 不如打掉重练 的原因吗 对 其实宪法的确就是 要与时俱进 符合时代 人民的需求 那他与时俱进 有几种方式 大法官解释是一种 对 或者是呢 在不违背 宪法的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透过立法 或者是说 人民情感 去实践的方式 这一些都可以 去更新宪法 但是我们的宪法 因为有本质上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 去更动他的条文 而且必须要 大幅度的更动 甚至是 全盘的去翻新 所以自宪 大家一听到自宪 就觉得 自宪好像很困难 在国外一听到自宪 就会想到跟革命 建考 对 流血的 其实未必 我们看到民主国家 法国也更新了 好几部的宪法 真的喔 其实在民主国家 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其实也是常态 那在台湾 其实自宪在南 大概也不会 跟修宪 那个难度 也不会修宪难 哈哈哈 可是这问题 我觉得会 回到一个问题就是 那因为修宪 有修宪的规定嘛 那个时候法律就有写嘛 你刚才什么四分之三的 立法院同意啊 然后二分之一的公民复局啊 那这样制宪没有规定啊 那制宪 有没有条件 所以我想改就改 对啊 那我就直接重新啊 对啊 他要怎样才算是有一个 对的 会有正当性的程序 就是修宪跟制宪 它背后的正当性呢 会有些不同 在制宪呢 人民行使的是制宪力 那制宪力的话呢 其实台湾人民从来 没有行使过制宪力 我们其实也需要行使 第一次的制宪力 制宪力 对抱歉 那个力是指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制宪力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制宪的过程 我要产生一部新的宪法 这个是制宪力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能量 聚集起来 就是你们现在要怎么样把这个 人民的制宪 制宪力这个东西推 就是意识这样子推起来 所以我们目前也是 思考就透过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依据新的公投法呢 明年8月28日将举行 新的公投法之后的 公投日 在公投日呢 进行台湾新宪法意向的公投 在这次公投呢 就是问台湾人民呢 知不支持呢 我们需要有一部新宪法 如果有500万以上的台湾人民呢 投下同意票 并且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第二个阶段 开始进入到 制定新宪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他可以总统呢 去组成制宪会议 然后选出制宪代表 去讨论了台湾新宪法的草案 这个草案呢 在经过一次的公民复决 同意之后呢 台湾新宪法就诞生了 也就是 在制宪力的推展过程呢 它是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它不会被既有的修宪的程序 这一套 这一套那个规范呢 所框架住 相对500万这个门槛就是 还有希望 有点像是说 它某些程度 还是有一定的体制内的方式去 给予这个正当性的 比如说先用公投嘛 说如果有办法推动这个是公投 2021暑假的时候通过的话 代表台湾人民有这个意愿 我们要有一部新的宪法 就是由下而上了 然后就有这个正当性 然后政府再去推动 比如说不管是从立法院 然后另外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提出一个新的版本 那最后这个版本的法案 也许也是要全民复决 也许不用 但是至少这个程序 不会是走修宪那种门槛吗 这样子 是这种感觉吗 对 也就是 其实在公民投票之后呢 明年公民投票之后呢 总统召开自宪会 或者召开国事会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来讨论说 我们这部新的宪法呢 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这个程序门槛要多少 在可以在那次会议当中的 去做决定 所以关于就是修宪之后的细节 呃不是修宪对不起 制宪 因为我觉得今天你想要说服一个 假如说就是 完全不了解制宪的人 要怎样的话 我觉得多少大家会先 想要知道说 你制完宪是什么样子 就是跟我们现在有什么 差别 那有没有挑几个点 就是可能是 我们会比较有感 例如说 有没有要把我们的国民 从中华民国改成台湾 或是类似这种 就是让 一般人最有感的会是什么 这样 嗯嗯嗯 就是你之前 这个坊刚上没有 你要挑战 坊刚上没有 真的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会是 很多人想知道说 啊你要你要改 就是说 你要把我房子打掉 那我要知道 我房子改完什么样子吧 全能住宅改造王 那种对 要给人家愿景 你要把我老宅改掉 那你是不是 就是会变成一个 哦很厉害的 那个AI 人工智慧的高级房子 你们会怎么去描绘给 就是 就是要要投票的 要说服他们 对 在宪法里面 国家组成呢 必须符合台湾的现状 但是至于国号呢 这是大家可以来讨论的 嗯 甚至呢 如果大家认为说 还是要 沿用中华民国 也不是不行 哦 但是这个经过 大家讨论出来的中华民国 跟目前的中华民国 已经是不一样 定义会不同 会已经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经过 人民自宪力形成过程的 它已经是一个 一个新的国家 OK 它是一个符合现状 2300万人 的一个新的 国家的形态 已经不是 1912年呢 中华民国宪法 OK 中华民国 以及1947年 订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所界定的中华民国 它是一个 新的共同体 新的共同体 新的定义 明实的定义 就是我们画那个边界 是重新画的那个 我们的定义的边界 我们现在是 这2300万人 以前的中华民国 那个我们是 整个 刚刚前面讲的 什么很大的 什么秋海棠 什么那个 那除了国号呢 应该还有别的吧 所以包括国号 人民 土地 还有政府呢 其实在新宪法当中 去做界定 好 那再来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 宪法的核心就是 基本人权嘛 那基本人权 从英国大宪章 演进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经过三代了 好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那第一代呢 主要就是 自由权 那第二代是社会权 第三代呢 是 集体权 但我们就看我们的宪法里面呢 主要都还是停留在第一代 哦 1.0吗 宪法1.0 你说那个第一代是那个 人民权 像身体自由啦 或者是人身自由啦 这就是在第一代 还有政治权在第一代 第二代主要是社会权 就是政府必须要实施社会福利 这些都是在 这个没有写在我们现在的宪法里面 目前呢 我们的政策是有实施 但是我们就看我们的宪法呢 其实这部分的规范呢 是很脆弱的 更不用讲说第三代呢 环境权啦 动物保护啦 然后族群的权利啦 这些新兴人权呢 大部分民主国家呢 都陆续呢 规范在宪法当中呢 我们也看不到 哦 台湾是看不到 我觉得听 我们还在1.0 我自己听完这个 蛮有感的 真的哦 你这样被说服了 不是不是 因为可能相对你来讲 我 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我这个政治麻瓜 可能就像你知道 每天你吸收资讯的时间是有限的 然后你可能吸收政治新闻的资讯 是90% 可能是100%哦 可是我maybe就是40 或30 可是我像我平常 我会关注一些 人权议题 或是说环境 你刚刚提到的 那我觉得讲这个 就好像动保人士 怎么就会觉得 我应该加入 瞬间有感 有一个新线的行列 不是说 这个宪法只是跟政治 跟国号有关 我之前听过一个 环境权那种说法就是 比如说宪法应该不应该保障 那个我们的下一代 也要享有一个 就是美好的自然环境的权利 对啊 对啊 这很重要 对 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宪法最早都是这种 都是人身自由嘛 你不能没事被关嘛 你不能够没事剥夺别人的财产嘛 这是第一代最原始的那种自由 但现在就演进到这个嘛 比如环境或是 你也可以想到一些公共资源的金融权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 央宪法要规定我们的领土内 每个国民都要有可以自由上网的权利 就是你的 你不能够因为啊 这个票偏僻哦 不要给他设计公共设施 网路的公共设施 类似这种就是 以前 一百年前不会有这个概念嘛 或是呼吸新鲜空气的 对 类似这种东西 以前不会有这个概念 但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应该要 逐渐的更新被加进来 这就是其实大家现在都会觉得是 当然这是我们的权利 可是我们的宪法是没有再特别讲出来 表示说宪法没有规定就是 我们这个政府这个国家 没有义务保证你可以有这个事情 它有点像是一个承诺书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契约 如果定在宪法里面的代表政府呢 你必须要义务呢 去实践政府所 宪法当中的所规范的这个权利 哦 OK 所以就这样蛮好的 这样听 哎呦你把他出来投票 所以你原本不打他出来投这个投票是不是 我就是在你们的屠图下就想说 应该才会出来投票一下 没有我觉得光是 光是国民这件事情 我可能就会因为国民出来投 只是我就会再去思考说 可能相对比较不关心 就是台湾的主权或什么议题的人 他可能在听到制限的时候 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感觉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关心像 人权环境这种议题 我觉得可以推荐你们打这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打到不同的同温层 对啊 因为我相信很多动保团体 或是什么他们在推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也受到政府很多的 不一定就是不支持或是说 大家也不会那么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很多团体 很多团体如果揪起来 一起来推动 然后甚至把他写到宪法里面 那将未来在推动这些议题上面 不管是环境啊 人权啊 动保什么的 其实就更有根据嘛 宪法就这样写 那你当然政府你要依照这个规定 要满足这些权利啊 不应该只是关心 政治本身的人在推这个 政治很重要 政治很重要 这是生活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们改这个东西是 也跟你们很有关系 但生活也是政治 对不对 OK 这是我们的sorgan这样 好我想要回到就是你刚前面提到那个公投法那边 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下你们的公投题目 就是在公投题目 你可以纠正我如果我有念错的话说 你们的公投题目是 您是否同意要求总统制定一个符合台湾现象的新宪法 跟您是否要求总统启动宪法改造工程 对吧 这两个 是的 那我的好奇的点是 为什么是要求总统 就是就是为什么要透过总统而不是就是全民来决定 就是制定宪法这件事情 要透过总统这个角色 我们当时在思考公投组文的时候呢 也经过邀请多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说 到底题目怎么设定 一方面要符合公投法的规定 对 然后一方面呢 也希望能够达到了制定新宪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啊这个是台湾第一次啊 也前所未见 那至于是不是能够透过公投法也 很多人也抱持怀疑的态度啦 就是说自宪力啊 可能就是直接开始的 大家全民来自宪啊 不用不需要走体制内的程序啊 但是我们认为从台湾的历史经验呢 我们都是采取临近革命的方式啊 从体制内马上慢慢去改变了 这个政治的本质啊 所以我们在题目设计呢 您是否同意要求总统推动制定一步符合台湾现象的新宪法 总统的角色呢 是推动 他的角色呢 不是在那个制定 OK OK 以法律来的话 的确总统呢 他没有制定宪法的权利 对啊 制定宪法的权利呢 好像比较像是 在立法院 或是说全民的权利啊 但是我们是 从过去的宪政经验呢 李登辉总统 到陈水扁总统 然后到马英九 到蔡英文总统呢 有关宪政改革 宪政变革的发动者呢 总统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他要站在一个制高点 然后呼吁全民呢 我们的宪法呢 是必须要去翻新 必须要去 有一部新的宪法 的这个宪政时刻呢 必须要从总统来启动跟促成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就是要求总统启动 要求总统推动 然后后面制定呢 后面制定就经过 就要采取自宪的程序了 可能是召开国事会议 或是自宪会议 然后选出自宪代表 然后来讨论新宪法查案 再经过公民复决 那你们针对就是要求总统 这四个字有做讨论吗 就说如果民间单纯只是说 您是否同意推动 制定一部台湾的现状新宪法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就OK了 一定要再把这四个字 调进去强调这个 从制高点去改变体制的 这一般面也是 我们在公投版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希望跟一个期待 就是说公投的题目 是主要交代两件事情 你提案者呢 你要你希望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呢 由目前政府机关的谁来做 OK 他有角色设定 有角色设定 也就是说在中选会的角度呢 然后依照公投法的角度 他认为说好 这件事情通过之后 政府必须要有人来执行 他不能就是通过之后 他就变成没有人去做 太空泛 部门会互推 会太公泛 所以我们当时也思考 欸 有没有可能是立法院 有没有可能是总统 嗯嗯嗯 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机关 但是在权衡之后呢 认为总统呢 还是最适当 应该要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有点像是 你有同不同意妈妈 今天要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 对 如果你是没有妈妈的话 就是 你同不同意 今天要去迪士尼乐园玩 好 通过 通过 谁带我去 我可以带你自己去啊 你去啊 没有人要带你去 没有人要负责 欸 合理合理 对 这样听完还蛮合理的 而且那公投通过等于是 它是一个先由下而上的 民意基础 去要求总统 这样总统也不是一个 独裁的角色 对 他是因为有民意支撑说 欸 因为公投通过了 有民意基础要我来推行 一个符合 我觉得蛮互相的欸 对啊 就是一个由下而上 然后再从上而下 而不是就是 因为如果直接由上而下 就也是会有独裁的问题嘛 如果这样子以后 总统寻惯例 我要推一个很独裁的 一个宪法修改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这次 我们是由 人民自己公投 推上去一个民意之后 总统再往下去执行 复合现状 就是总统想 如果总统真的想要做 自线这件事情 他会有一个base 就说OK 有五百万的人民 是支持我来 做这件事情 对 就是他扮演的 就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OK 不是要总统呢 去写那个台湾新线 然后就通过 要求 但他必须可能邀及 台湾社会各界 然后去倡议 然后一起去发动 这个台湾新线法的 制定的一个过程 但你们有没有担心说 例如说这样在推自线的过程中 当然 我们的邻居 就是中国 他一定也会有感受到吧 应该会反映说 我们 就是你们目前在推的过程中 有感受到 中国的一些压力吗 或是有没有考虑说 如果真的台湾制线通过了 或是在过程中 对 那中国会有什么反应 或是会有什么状况 你们有没有什么 想法 对战策略 中国会有反应 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从90年代民主化之后 每一次的宪政变革 中国的反应都相当的大 国会全面改选啊 总统直选啊 到政党轮替啊 但是我们每一次也都是安然度过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2300万人的想法 全民认为说 我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宪政变革 这个其实应该放在最优先的考量 那当然我们在跟国际社会呢 也必须要去做好沟通 让大家 国际社会的朋友知道说 我们现阶段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宪政改革 然后他对我们的意义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 这个部分会做好沟通 所以比较是 大家就把自己的心意 就是坚持好 你不能因为别人会怎么样 就这样很改变嘛 而且其实啊 我觉得讲现实的 中国反应越大 台湾推动新线 制线的成功几率越高 从我们过去 集市的投票选举就可以发现 对面越激烈 对对面越跳脚 台湾人就会觉得 更亢奋 好像我们这样做好像是对的 不然他们在跳脚的时候 助攻的角色 助攻的角色 对啊我觉得这个今天其实 有我觉得那个从又来 其实有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对啊 对啊 你看范完全就从一个 被说服了 原本他原本开节目开的时候 还在关心说2023年 那个 哈利波特乐园 日本要有哈利波特乐园 现在他已经转变了 他现在心中想的就是 2021年要去投那个 新线勾投 我先投完再去玩 总可以吧 对要去投这张票这样 目前呢还有一个关卡 就是我们题目的中选会 会大约在9月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决定 就是 能不能够成案 目前其实还在 目前是进入到 普正的阶段 普正 普正就是 之前已经举办过听证会了 那目前中选会 就是依照听证会呢 请我们针对主文啊 还有理由数的内容 能够再做一些微调 然后他们会再 才会去做最后的决定 那那那我想再问一个 你们因为那个时间点 其实是没有绑大选的 对不对 2021 8月 对 对 那那个时候 你们会有没有先去 考虑过说 在一个没有绑大选的 公投的投票情况下 要怎么 因为500万其实也 不少 不少人 就是你们有没有 目前有什么样子的策略 或想法说 可以推动更多的人 在 除了上握草票政治 podcast 对 可以请大家出来投票的 有想过吗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场 社会运动 时间也相当的紧迫 所以如果顺利的成案之后呢 在这段期间呢 我们就全国 各地呢 都会去举办活动 说明会啦 或者是讲习啦 然后让 大家能够去了解 目前我们需要一部 新线法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我们新线法的蓝图 然后邀请大家呢 一起能够在明年8月28日呢 走出来投下这张票 嗯嗯嗯嗯嗯 哎这个 那就只要帮我们业配一下 宣传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上脸书 或是IG搜寻 自线基金会 嗯嗯嗯好 应该都可以follow 他们其实有蛮多的 这个相关的讯息啦 嗯 对可以follow他们 IG现在好像也经营了 好像也还不错 大家可以 好立刻来追踪 这个自线基金会 哎我可是 订阅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 我们最近卧槽的一些文章 其实也跟自线蛮有关系的 我们最近也在关心 这些相关的议题 因为真的 对我们而言 我们也希望台湾会 逐渐的成为一个 正常化的国家嘛 所以真的 我们 其实从我们这几节 这个 三十集了吗 二十几节 没有啦 现在二期 对 这节目下就会知道 就是 我们虽然就是有一个 国家的 内涵实体 对 但是其实从我们的很多 法律条文都在 都在写 就是说 没有啦 我们只是一个地区啦 我们其实是 以统一为前提 然后要去光复 这个整个大中国的 这其实很扯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 真的要改变 就是要从宪法的体制 从头到尾的 好好去修改 对 我想说我们后面 其实也会再推影音 出来给大家 或是一些内容 跟之前相关的 大家也要持续关注 我们的新线专题 我相信 大家如果对于 自线有问题的话 应该都可以 直接联络你们去 可以 回答 对不对 很欢迎大家 就是 请播这个什么号码 没有啦 就去脸书 IG搜寻自线基金会 我们私讯 然后记得指定找 这个 呃 黄重佑 对 黄重佑 对 请他回答你的问题 应该都可以 应该都可以回答 可以吧 我们的官网跟FB 有很多 欢迎大家关注 真的 对 大家都可以去问 对 对 增加一些互动 对 然后想说 如果大家对于自线 或是宪法这方面的问题 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也可以留言给 卧槽 对 也可以私讯来给我们 搞不好够多题目 我们就再请 从右来 来解答 没有问题 解答 解惑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有聊到 非常多跟宪法 自线修宪有关的题目 那我们相关的一些文章报道 我们都把连结放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点开看 然后了解更多这样 嗯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卧槽脸书 IG还有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嗯 而且喜欢的话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定期定而支持卧槽 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嗯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 拜拜 总要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